袁绍统一北方后 开始囤兵边境 对曹操虎视眈眈 袁方更制造外交压力 让袁术 刘表同时出兵攻曹 然而 由于孙策的大举进攻 刘表自顾不暇 没有如约出兵 袁坛所率大军 也由于辽远火和张辽的乱入 而仓皇败退 而巡御却由于 对袁坊的埋伏深受重伤 退居二线 袁坊并不准备继续进兵 而是准备按照袁坛号令撤退 这样一来 既消去了大公子袁坛在袁家的势力 还坑了一把前方盲目出兵的袁术 为今后自己统一袁家埋下伏笔 关渡之战 就此拉开序幕 就在袁坊借曹操之手想要统一袁世的同时 刘备奉曹操之命甩金兵一万 自徐州南下攻打收春袁术 刘备皇叔之名早已皆知相闻 再加上其统领徐州时广世人义 百姓之中威望极高 此次进军一路上百姓既然越居越多 踊跃加入刘备一军 短短时一至两万余人 与袁术轻率的五万大军对峙于下批外围 此时的袁术还不知袁方已撤出徐州 说道 众将听命 别等袁绍援军了 对面都是乌合之众 咱们一拨A过去 只是万民无知 还是要听听教诲的 有请天纵神将 只见纪灵从阵中策牌了 只是对面的百姓喊道 庸才蒙啊 国家纷乱 只因愚民助纣为略 我国以亿为先 助汉民擦亮眼睛 共见天下 说得好 众家军冲呀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冲锋 曹军金兵竟全然不惧 严阵一带 令刘备关羽无不赞叹 梁将配金兵 张飞更是在政中兴奋不已 一马当先冲在最前 张飞与纪灵率先交锋 双方后面的部队也紧跟而至 瞬间拼杀起来 曹军人数虽少 却骑士高昂 阵型严密 援军竟略显败下 而张飞更是紧紧地盯着纪灵 两人毛俯互拼 互相较励 张飞打吼 不知天高地高的家伙 暗夜人张义德 取敌狂妄之徒手气 说完猛杯发力 竟硬生生地把纪灵扶柄正断 将其摁在地上 与此同时 瘦春城内的皇宫突起大火 伙食之望绝不寻常 定是有人在建造时 就对材料做了手脚 更有谣言称袁树已死 令城中军民无不恐慌 四三奔逃 城中一处阁楼 瘦春首将雷伯 看着眼前景象 已明白了一切 无论是当初修宫殿的木材 还是如今的城中谣言 都是司马家的手段 而此时与他对话之恩 真是司马家的假魁 雷伯持剑 假于假魁搏梗之上 但假魁却并无巨色 周边的侍从更突然反叛 将雷伯倾吓 我烧的是逆贼的巢穴 而大人的仕途将一片光明 另一边 刘备看见张飞击杀戒银后 立刻出言激励后方民兵 加入战团 前方曹敌也更加奋勇 保护着后方的百姓 向前推进 后方的元术远远看着这一切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两万无核之众 居然 不 现在看来人数已越来越多 好像有五六万 莫非 附近的百姓全与我为敌 一帕洞将领 牵着元术的马 喊道 皇上 支持不住了 退吧 贤回寿春再等机会 就这样 数万大军瞬间崩溃 四散而逃 可还未走远 便有一名赤猴来报 皇上 寿春失火 百姓被煽动 城内大乱 臣姐大开城门 微薄 带兵造反 投向了曹操 寿春 失陷了 元术听伴 急怒攻心 从马上 摔了下来 元术如今无城 无将 无良 大势已去 数万大军逃的逃 盼的盼 如今仅有数百人而已 元术如今 众叛清理 却仍有一人 前来接济 正是司马懿 皇上 只要做一件事 便可保众人平安 到时不仅刘备 不会发兵 养草 也会源源不绝 哎 众叛清理 现在才知道 称帝 是何等的愚蠢呢 朕在族中 还有地位 你说 要朕 干什么 广告天下 元氏族人拥 元少为帝 数个时辰后 元术奄奄一息 躺在草席之上 对着身边的侍从 喃喃说道 朕称帝 只为百姓脱离困局 只是在这个伪善的年代 又有谁敢带头脱离暴汉 一个也没有 到头来 只见人心变异 天下围攻 众叛清理 天下的渔民啊 难道没有人 能明白汉室的结局 早已注定 回复汉室 只是一个争夺天下 铲除异己的口号 周天子已此 项羽已此 高祖亦是如此 往后的元少 曹操 通通如此 元术须须做起 口吐鲜血 他本来只是抑郁劳累而已 突然病得如此之重 实在奇怪 天道 不该如此 百姓活着 不该如此 恍惚之中 元术好像看见 自己身着黄袍 正在殿上接见文武百官 武飞顽固子弟 武亦怀仁义之心 但我只是一个老实人 老老实实地做事 何故 婚礼元氏百年忠义蒙修 内心已不救 复何用 何惧 天地 天地茫茫 何处去 苍天 古江青山 与你对峙 元术握紧拳头 重重倒在了草席之上 一代诸侯 就此次去 北方 冀州 元少 已提前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 他看着眼前的贺群 也有些失落 毕竟元术是他的弟弟 唉 我也劝过他 但他还是称帝了 其实他也没错 天下间 谁不想做皇帝 他的失败 是不明白游戏规则 废天子的董卓不敢 邪天子的曹操也不敢 这个虚伪的天下 做什么事 你要按本子办事 公路啊 你终于在死前 明白这个道理 才明白 事态炎凉 或许 你拥我为地 是对我最大的报复吧 这招不错 我们原价被你 用得鸡犬不宁 众叛清理呀 主公 昨天又三位长老 修书曹操 要与我们划清界限 另外 刘表 马滩等盟友 也与我们脱文关系 咱们起义兵抗操 如今却白口莫辩 大家族就是如此不好控制 公路此举 更让族人明白了叛逆 避亡的道理 也印证了我多年的看法 就是一定要将元氏 推倒重来 我在明开阔 他在暗翱翔 赫迷于九高 身文于天下 徐州这边 元氏一死 身边士兵再无顾忌 仓皇奔逃 不远处 关羽率兵看着这一切 两个从元氏军中逃出的残兵 格外引人注目 他俩步履如飞 不似星沙 更与不少身着黑衣之人会合 元氏用元氏为地 目的已答 我看他们是怕元氏变挂 才痛下杀手 看来送粮的 也是送毒的啊 不错 毒杀元素的 真是司马懿 不远处 目标达成的司马懿 也准备开始撤退 却有几个黑衣人突然出现 听 是哪一家的 公子在吗 这里没什么公子 黑衣人不答 而是小声询问左右 关羽走远了吗 哪个才是司马懿 行事不对 老贾下意识上前一步 护在司马懿跟前 却被神秘人发现了破绽 长头发的那个就是司马懿 杀啊 说吧 便率领队伍冲了上来 这些人完全就是职业舞者 司马家仆人根本不是对手 一瞬间 也被连杀几人 就连那两个残兵 也被悉数秒杀 各位大爷 我家公子早已走了 这里只有下人 黑人将司马懿围在中间 说道 没关系 我找的就是一个杀元淑的下人 元淑一死 真为元氏抹去污名 功可抵过啊 不愧为司马加二公子 难怪 我家公子与您素未谋面 却心心相细 我家公子说 能与其匹配者 旗帜曹操 霸气能处则处 你 非杀不可 重打一楞 想起了霸气之手 另一边 许昌 幸好当日话托身在徐州 寻遇才得及时救治 如今已暂无性命之危 寻遇刚一苏醒 便叫来曹仁 询问战局情况 元方对你下手后 埋伏在我方内部的刺客 也开始行动 各路都军 参谋都有损伤 已有八名军政要员 被刺身亡 主府相依 春王齿寒 万人无首啊 吊身汝南太守 蛮宠 沉流毛戒 吕布手下 元患三人 加入参谋行列 得徐大人提携 主公必会重用 只是 此三人再行 也难以替代我 你们水晋府门下众多 军师可记得 一个叫张安的学生 记得 他在我们学艺时 便被元少派来 跟着郭家学习 你出师那天 他去劳仓郭家大营 他体弱 不会是刺客 的确 他刚去几天 就病死了 是 什么 病死了 那他死前见过谁 那家伙将疫病 传给郭家了 郭家跟你一样 暂时也要脱离前线了 张秀心想 贾许那边难道也 没错 元氏突然与张秀 关系密切 主公怕情况有变 派贾许前去处理了 妙啊 一下子把我们三个全部都支开了 大师兄知道我们兵力不及原始义程 唯一可行的就是骑兵 可惜 我们三人都不在 眼下 全都在他计算之内 如今帐下能用兵者 我手推两人 可见有主公将大军交由于尽 另外我保健张辽 此人只用双全 假以时日 必成大器 军事放心 主公早已按此布置 我也派人全力保护我方要员周全 慢 慢着 还有一个 大师兄做事缜密 如果我是他 一定会 快 快派人去徐州 保护司马懿 时间回到徐州 司马懿在老贾的掩护下 在临终一路及时 眼看追兵将至 他也开始慌了神 司马懿本就不善其数 一不小心从马尾上跌落了下来 黑衣刺客立马围了上来 一旁老贾奋猛的无声冲了上去 公子快逃 我挡着 老贾挡住了两人 却还是放了一人过去 危机关头 一只女剑从司马懿耳边呼啸而获 将黑衣刺客射下了马 司马懿回头一看 又舒适与剑从临终飞射而来 老贾趴下 华音刚落 黑衣刺客便硬撑重剑 跌下了马 而临终此时 也走出一支部队 更由一人策马缓缓而出 此人年约十六 眉清目秀 不似常人 正是江东陆逊 陆薄言 原来 山巫林与孙家关系密切 更是孙策之地孙权的意见 孙家也是多靠山家 才能在江东再起 司马懿与山巫林结亲 因而陆逊才会救司马懿一命 司马懿虽躲过一劫 但原方的计策却并未结束 数日后 徐州 张飞看着陈登手中的名单 心中有些忐忑 董臣 王福 马腾 还有主公 密魔者的名字 无一不在 那么说 行刺曹操的计划 败入了 这是原方送来的名单 实在费解 另外 此信不给主公 而是指明要交给三爷您 更是奇怪 张飞稍作思考 问道 主不 徐州太守车咒 身在何方 在下批以北 二十里外 俺在他的背后 这个原公子 算得真准 报 三爷 袁绍又从青州发兵了 前锋以兵名谈成 正与车州交战 此外 袁绍主力 从河北大举进驻关渡 情势危机 三爷 情况不妙 估计藏沙的指令 也快到了 咱们也赶紧准备吧 传令 我军先北上 那好 我去通知主公准备 不必了 你让他直接去下批吧 在原公子的奸计下 咱们已没得选择 既然如此 那 就将计就计 傻车州去 与此同时 袁绍进内北海 袁绍用主公为地后 咱们便逐渐失去盟友 怎么这几天 又不少刘氏族群突然来头 真是奇怪 那是因为他们都收到了我的名单 看来要刺杀曹操的人不少啊 但是 刑事还未实行 咱们把他们的计划暴露 不是帮了曹操 哼 他们 凭什么刺杀曹操 许昌内 全是曹操心腹 稍有异动 便会连根拔起 还是刘备那样的聪明 鱼入大海 从长计议 与其让他们的刺杀败露 还不如用来完成我的计策 曹芳以袁绍称帝 拜我族名声 我自以汉皇族归顺来彰显他挟天子不忠 此笑笔掌拉成军事 荆州刘表遇上孙策和我师弟周瑜 一定难以招架 我们是去下方盟军 曹操定然松懈 却不知伏兵将临 西梁马腾势力雄厚 也在等待伐曹梁机 我们现在就让他如愿以偿 去 派人将这份名单交给曹操 曹操一有举动 马腾就会被逼动手 此乱更会让朝中国戚伤亡惨重 董臣一死 刘备就是族中盟主 苦等多年 这就是他最希望得到的地位 先除族崇元树 再以皇族归顺 逼马腾从后发难 又张飞叛乱徐州 不费一兵一卒 我的部署完成了 呵呵呵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别忘了关注点赞 还有收藏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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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